外福部万人扩大纾困 各大公庙的镇头人员跟神职人员 究竟能不能够领取呢 外福部最近收到了不少来自地方县市反映 经过讨论之后 外福部表示 镇头人员属于议文工作者 符合申请急难纾困对象 不过比丘 比丘尼等宗教神职人员 不仅多样化 收入也大多仰赖民众捐献 工作难以认定 现在还在积极的厘清当中 肺炎疫情冲击 大甲麻组绕境宣布延期许多庙会 绕境活动也跟着取消 不少镇头团体从2月开始到现在 完全零收入 已经亏损快要将近1000多万了 中部知名镇头九天民俗基议团 共有20位团员 团长为了生计抵押土地房子 带了1000万 不过光是一个月支出 就要150万收支 严重落差就快撑不下去 文化部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但是这个补助只是 让你解解渴 很多的缺口的不足 我们自己还是要想办法 另外在南投的宝岛民俗基议团 3月到6月同样一件case都没有 有的团员为了赚钱 还跑去工地打零工 针对中央纾困是看得到吃不到 对镇头而言会被比较边缘化 规模比较小啦 没办法去申请到 就有从事镇头的民众 曾去申请纾困被拒绝 原因是镇头被认为是打零工 为福部解释镇头人员 属于艺文表演者 确定能申请纾困金1万元 不过绳职人员像是比丘和比丘尼 是否适用还在讨论中 有些绳职人员完全是靠奉献跟捐助 所以就有一些必要性 1万元扩大纾困实施以来 衍生不少争议 现在更冒出宗教难题 由于纾困申请直到6月底截止 为福部得尽速厘清 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 借台中南投综合报道 优优独特质 优独特费 优独特质